李志廷 吴雨菲 黄伟文等人 这间出席时装品牌酒会 李志廷难得在香港出席活动 吸引不少粉丝到场 他还贴心地隔着一面玻璃 跟粉丝们合照 他们非常乖的 有的时候我在广州 或者离香港近一点的城市 他们也会过来找我 但是我也觉得挺亏对他们的 让他们老折腾 所以这一趟能够回家 然后跟香港的粉丝在家里见面 还是一直很暖心很摸心的事情 曾经也是一块小鲜肉 今年也三十岁了 可是感情还没有着落 我是个很努力工作的宝宝好吗 一来就问我感情生活 搞得好像我工作很不努力似的 你就尽管敷衍我几句嘛 就问问我什么 最近有没有训练啊什么的 那你最近有没有训练啊 有的 因为我最近特别怂 因为我最近想练拳嘛 练打拳 因为我觉得光做有氧很闷 所以就选了打拳来做 然后就是可能就睡觉睡得不够 然后反应慢了 就把嘴唇给打破了 对所以最近如果大家看到 我以为我瘦了 是因为我抱着嘴唇 很多东西就吃不了 至于传过绯闻的范冰冰 最近公布了婚讯 李志廷又收到婚礼邀请了吗 人家的事情我觉得我就少干涉了 但是其实都是很好的朋友 然后也很为诚哥跟冰冰开心 所以就对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